是吧 对对对 你怎么干上这个呢 机缘巧合嘛 然后毕业的时候找工作考公务员 考上了 考上之后 本来概念当中觉得自己可能会成为一个文职 警员的文职 没有想到服从分配的时候就来到了犬队 刚来的时候有点点迷茫嘛 不知道为什么就做了这样一份工作了 内心也是挺迟楚的 然后跟犬在一起 内心低落的时候他一直陪着你 然后高兴的时候他也陪着你 在这个过程当中自己感觉特别治愈 被需要然后被信任 培训的时候你要喂他给他洗澡 甚至你像他如果是天特别冷了 你要给他加稻草铺稻草保暖嘛 然后每天要清犬舍 就像照顾一个孩子一样 如果他没有了你 他就没有办法生存下去 有一种母爱泛滥的感觉 就是我们训犬有一句行话叫做人犬合一 你们在日常工作当中就发现 他跟你的行为动作一拼一笑都是很相似的 然后我们当时有一个特别搞笑的说是 有一个训导员他可能走路有点外八 然后后来他的拳也是这样走路外八都是走路 就都是这样的挺神奇的 慢慢地在这个工作当中找到了自己的价值 慢慢有认同感 有枯燥的时候 有 他毕竟不会说话嘛 对 他毕竟不像男人一样会甜言蜜语嘛 你会觉得枯燥吗 也会有 像刚开始的时候就是我这个犬就是 他属于性格比较偏执比较任性的 你看他就一直这样盯着 对 一直盯着我 然后刚开始我接手段的时候 他是特别不喜欢让别人去摸他 然后我要跟他搞亲和的时候 就其实也是挺无奈的 因为他就是也不喜欢别人摸他 然后也不会像别的小狗一样过来 爱亲亲你爱你都不会 然后看到你就躲一边去 就是所有的在一起培训的人 我是最惨的一个了 最没有存在感 对 然后就是很枯燥的 就是不停地要跟他说话 不停地跟他交流 其实他什么可能也听不懂你在说什么 但是慢慢地你就会觉得 他能听得懂你在说什么 慢慢地他也开始让我去摸他呀 去碰他了就好一点了 他们平时会患病吗 会 谁病得最厉害的 他有过一次 就是之前我有一次带他安保的时候 然后可能因为水土不服嘛 因为当时是去北京 然后他就开始变血 不吃不喝 然后刚开始的时候 上午还是好好的 结果下午去全社看他的时候 就吐了整整的一个全社 然后当时寿意就给我保证 说那个我让你 因为那时候安保马上结束了 他说我让你回去的时候 这个狗就是说保你不死 就是说得很残忍了 因为那个时候他就一直不吃 说一最后没有办法 就给他见药就吃 见针就扎嘛 就点滴一天就必须两个小时地打 回来之后 然后慢慢地也是调养好 就比较好了 你们这个结婚了吗 或者是恋爱了吗 他们俩已经我们俩结婚了 有孩子 没有 没有孩子是因为时间太多地在工作上 有一部分的原因吧 有一部分的原因 对 丈夫有怨言吗 还好 因为我的丈夫也是我们单位的特警 理解 理解 对 比较理解一点 而且我们俩平时工作的话也不在一块 大概三天左右能见一次吧 就这样 其实也都习惯了 因为经常也是出差在外的 也能互相理解 张爱珊呢 我是去年12月份刚结的婚 我的丈夫也是一名警察 但我是双城生活 她在北京 然后我在天津 我每天就这样来回跑 这也不算双城 很近 不近 不就半个小时吗 高田 不不不 但是路上的路程要将近三个小时 丈夫会吃狗的醋吗 我曾经给她写过一篇情书 但是没有给我对象写过 你给狗写过情书 对 说来听听 我们平时的生活嘛 搬在我左边的也是你 然后每天陪伴我的也是你 然后是她代替了我丈夫的位置 站在我的左边 然后她听完之后就很无奈嘛 但是我觉得有的时候真的一个人的工作 对她的感情是有影响 就是反正我可能也是比较闲云野鹤的性格吧 就是喂犬 养猫 然后周游全国 这是我的人生的愿景 你将来可能会找一个跟你一样喜欢猫狗的 也许吧 今天三位都有幸福心愿吗 我们有一个共同的心愿 共同的幸福心愿 对 来 有请王警官说出你的幸福心愿 我的幸福心愿是 就是帮助有犬的人士 以良好的方式教育自己的爱犬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幸福心愿 就是在日常生活当中 我们在小区里也能看得到 有时候在网络上也能看得到 有些爱犬犬的人呢 对待自己的宠物 经常会以一些错误的方式来对待 比如这犬做错了 他在家里大小便了 然后他可能不问青红身上赵白 就上去给他一顿打 而这种是完全不可取的 日常训练当中就是要及时制止他的错误 最好可以用您自己的方法 比如说不要做不可以去制止他 最好就从最先开始的时候 就培养他一个良好的生活习惯 也希望有犬的人能够 也在日常生活中 给他当做家人一样 用好的方式去教育他 来 你们刚才听了三位警官的工作 你们有什么感受 我希望你们多上节目 是因为我让大众知道 我们的幸福生活并不是凭空得来的 是正是由于我们这些辛苦的干警 我们的警犬无偿的付出 然后才能保证我们现在的安定的生活 有时候警察的工作需要公民配合的时候 我希望广大的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 去配合我们警察的工作 这样的话才能保证我们的生活长治久安 保证我们的幸福一直延续下去 其实包括日常生活中 我们接触很多很多养狗的朋友们 狗确实是人类最忠实的朋友 相对于就是他们对我们的需要而言 我觉得是人类更需要他们 不管是精神上的寄托 情感上的需要 还是在日常生活中 他们为我们付出的 包括今天真的看到这种画面 就觉得是人和自然 人和动物很和谐地相处的一种 能让人很感动的情感的交流 现在的警犬 他们为我们日常生活 人的生命财产安全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 我愿意带领长春康达医院 减肥基地的所有工作人员 去义务地为你们新医院去宣传 希望能够影响更多的养犬的人士 善待自己的安全 谢谢